再来看到卫福部花莲医院传出有院内感染 目前已知16人感染 院方14号上午紧急通知 即日期停止急门诊业务 只维持视讯门诊 住院病患暂停出入院 全院也不开放谈病 花莲县这一波疫情已经有255人确诊 昨天49人染疫创下了县内最高纪录 此际医院发生院内感染 没想到刚结束快筛站的花莲医院 也出现多人染疫 并宣布即日起全面停止门诊急诊业务 住院病患不进不出不开放谈病 不利花莲医院有院内感染的情形 所以即日起就今天4月14号 我们就门急诊全部都暂停 那病人是不出不进 那后续我们会持续来看这个疫情的发生状况 目前实际医院的耳鼻喉科 诊型外科如果不是很紧急的手术呢 他们就暂停 所以就没有新收病人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这个医院也有做远距的视讯医疗 那还是要呼吁乡亲啊 如果不是重症的话 很紧急的话建议先到其他医院来救医 据了解花莲医院有16人确诊 包括了护理之家的9名照服员 3名护理师 1名管师 3名清洁人员 尚未编列案号会确保县内医疗量能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